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单亲妈妈曹怡每天忙于送八岁儿子小虎上学 冲到杂志社上班然后想办法赚各种外快 不放弃任何可以到手的金钱 这种心态让她的工作表现相当不良 被老板数落半天,也就算了 还被派去当摄影师小铁的助理 为了拍摄老婴儿来台的小铁 从小就在追寻飞碟的身影 对曹怡金钱至上的想法没有好感 两人冲突不断 直到小铁在曹怡家遇见了古灵精怪 自称为孤独骑士的小虎并发现他被茫茫茫的曹怡 严重忽略以至于圣诞节来临前 小虎在卡片上许愿 希望妈妈能像卡通中的妈妈机器人 马德二号一样 不会骂他听他说话对他超级超级的好 只是拼命工作却忘了照顾自己的曹怡 开始出现打瞌睡 发烧疲倦等各种当机的现象 小虎还以为是自己愿望成真 害妈妈变成一个不会关机的机器人 并担心曹怡会因使用过度坏掉了 为了拯救深爱的妈妈小虎决定仿效卡通情节 让供电到家里的变电箱无法运作 这样子曹怡就无法充电就可以关机休息 小铁无意间知道了小虎的秘密行动 基于对这对母子的疼惜 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他们 曹怡呢他会安然度过健康上的危机 并看清过去的盲点 好让自己有机会重新开始吗 好了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